第3節的國立大台 固然之我們今次就開宗名義去上插這個Rings of Power Amazon Prime這個Rayswarp 玩Walk的魔界 但是在爆死之前或在國立六日之前 首先有些事情是開心的 多謝大恩送給我和Alvin 美猛雙虹的雪花餅 其實還有蝦片 但實物還未到 我們將會收到 再次感謝大恩 還有Alvin有30課金 200元就是Alvin30快樂 另外一個很感謝你 很容易投的 188元就是Alvin30快樂 身體健康 是的 感謝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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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大家 在這一節插這個劇之前 其實剛才Mr.Kick走了 Mr.Kick趕著回去做 Mr.Kick走之前 對我們剛才那節 我記得關於那群這樣的 Loft of the Ring演員 那群傻子 穿著那件T 又說支持支持被Racist 攻擊的人 那件T Mr.Kick 他說 這件T第一件事想到梵高 哈哈 我已經想笑了 其實是剛才咪後講的 但是呢 Mr.Kick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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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關於什麼呢 在Walkirk也很魔界 幾個友好關係 是 魔獸世界 類似 有些設定上都相似 是的 裡面的種族叫食人妖 Troll 食人妖 他們這個習族就是獵耳仔 即是說一個名字叫食人妖 他們的種族就是 有一個 那些叫什麼 雜族就是獵耳仔 即是拿一個耳仔 拿來做Trophy 戰利品 戰利品 就是剛才那張圖 就是已經畫在那裡了 就是獵了不同的種族 就是要 正所謂就是 這群屋林 這群交流 你打算弄一張T-shirt出來 拿來是平權 我們在我們 對於熟悉的精靈世界的人 我們有另外一個看法 基本上是 剛才Bear在米後跟我說 獵耳祖 我心想看完聽完之後 我已經笑到 你還要展示一張T-shirt 你還要展示一張T-shirt 擺得明白 你是不是什麼種族都獵了 都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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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時間上很尷尬 他這張T-shirt出來的時候 因為說的是 有人 有YouTuber 指出了這件事 他出這張照片的時候 其實是 距離 這件事 上了畫 不知道幾天左右 是啊 一個禮拜 還有那個時候 要吵得很重要 那時候 其實 相隔的時段 這麼短 他們可以印T-shirt 和帽子 基本上 他們是 他們講得明白的 那些T-shirt 賣的 他們說拿一半 用來支持這些被欺壓 所謂的被欺壓 被種族歧視欺壓的演員 被種族歧視欺壓的演員 另一半是他們自己帶的 你買T-shirt 還有那件事 就是 他們被欺壓 還是我們被欺壓 我們那些經典作品 我們的文學作品 全部被你們摸過 究竟是你被欺壓 還是我們被欺壓 還有整件事 其實有些事情 要回頭想 不要經常說 黑人被欺壓 你現在在拿著 人家 基本上是白人 都是一個種族 是呀 是呀 不如這樣 我們先看一條電影 跟著我們再慢慢 再去講這套 好 經歷了兩個小時的折磨 其實我現在 我和Alphan 要看這條電影 都很痛苦 我們感受到那種痛 就剛才的電影 其實已經是第三 還是第四條電影 因為頭幾條電影 他拔走了 基本上是 Amazon Prime 基本上是 要講一套劇 我也要花一點時間 真的講一本小說 因為 我很相信 很多人 都真的有看過電影 是 是 有三套 四套 五套 五套 Hobbids 前後兩集 總共有五套 當然我相信 你們大家都看過電影 但是看那本書的人 我不相信 每個人都看過 因為那本書都很深 我們先看看第一張照片 當然 在1939年 其實Tolkians 首先他寫了一本 所謂兒童圖書 The Hobbit 接著 就在1954至5年 寫了 魔界三部曲 就是逐 之前The Hobbit 的書 如果你說 The Hobbit 是兒童圖書 記住 魔界是成人書 但是如果你把Hobbids 和哈里波特去類比 如果你說Hobbids 是兒童圖書 哈里波特 絕對是幼稚園初班的書 因為其實無論是Hobbids 或者是魔界 裡面的書 其實文字的詞彙 或者它的表達方法 都是很深 和很沉 為什麼深呢 當然是因為 Tolkians是英國人 他的文學 當時不是說文學巨主 就是他們的文字用的詞彙 是很多 很深 和很古舊 但是聽下去的發音 或者Rhythm 是帶有的 以前的書 好像詩歌一樣 而且你要慢慢去細著 基本上 我自己當時看 我也是一本很厚的書 另外一本很厚的字典 要這樣來看 而那時候 Hobbids我看完 但魔界 其實 三本書我看了一本半左右 因為其實他的書 是很湧場的 當然電影的節奏 比較快 但是由於當時 1939 即是40年代 或者50年代 五幾年的時候 電視就一定沒有了 收音機也是很奢侈品 才有 當時人們要消磨時間 或者娛樂 就是看小說 尤其是Tolkians的奇幻小說 真是當你是煌劇 這樣煌的 基本上你買了一本書 他是預你煌半年的 基本上 即是給一個家庭主婦 穿完衣服 賣完桌 賣完地 晚上就去煌書 或者一個成年人的老爸 出去做完事 回到家 坐在那裡吃完飯 咬著煙斗去慢慢煌書 即是他預計你 好像煌劇一樣 煌 基本上一定是湧場 到後期 剛才這三本書 當然是電影的 魔界三婆歌 和魔界前傳 就是Hobby Sack 欺負給族人 但是去到之後 下章 1977年 其實當時 Alaratoukians 死了 OK Alaratoukians 死了 到他兒子 他兒子 將他父親 那些 Christopher 將他父親的原稿 他發現他父親的貴筒 很多原稿 他將他整理 整理了 緝錄成一本書 那本書就叫做 《精靈寶傳》 《精靈寶傳》 《The Samalians》 這本書 其實厚度 就是魔界三部曲 其中一部曲 那麼厚度 因為最薄的那本 已經是叫做The Hobbes 那本就是所謂兒童書 魔界三部曲 每本書 大概一本詞典那麼厚度 而《精靈寶傳》 也是一本詞典那麼厚度 而《精靈寶傳》 本身他講的時期 整個世界宇宙觀 加上《精靈寶傳》 就是分裂整個 魔界裏面的世界 其實分了三個紀元 第一和第二個紀元 就是在《精靈寶傳》那裡紀錄 那到《魔界》那時候 其實已經去到第三個紀元 所以為什麼 他說真真正正正前傳 因為 無論是《The Hobbes》 或者《魔界》 他講的故事 都是叫第三個紀元 那說回今次到劇 劇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然如果你說前傳 你當然是拿《精靈寶傳》 去看一篇 他又跟著一點 但是魔改很多 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精靈寶傳》那裡的角色 例如《愛龍》 或者《Galadriel》 本身這兩個角色 本身在《魔界》裡面有出現 本身Kate Blanchard 很高貴 很漂亮 其實那時候 他應該也有四十歲 都有 我就是說 四十歲的鬼婆 可以漂亮到這樣 我是驚為天人 那 Hugo Wafing 即是Agent Smith 我一向都覺得他是奸老 尤其是 Vsat 那時候 戴著臉面 看我的樣子 魔界他這麼正氣 這麼英明神武 問題就是 現在 剛才阿斗所說 變成了馬雲 變成馬雲 那樣 那很難 你已經是有一個落差 就是說 你會影響到日後的事情 是 但是我先不講這些 我先講回《精靈寶傳》的故事 其實他講的 《精靈寶傳》的下章 看看 他講的是 宇宙開初的年代 宇宙開初的年代 他們 初初都沒有精靈 就是盤古初開 你用中國的時候 盤古初開 按照你就明白了 而 當時 有個 這一堆 你一看到畫面這一堆 包括Malco 包括Vala 這一堆 這堆全部都是神族 諸神 你當是中國神話 裏面的玉帝 那類的神話 神族 伏羲和呂窩 呂窩 呂窩到伏羲 類近的 其實中古神話 和外國神話 都差不多 當時 有世界還沒有太陽 是有兩棵樹 一棵金樹 一棵銀樹就是發光的 整個世界就會光明 但是當中 Malco Malco 你當是聖經的撒旦 當中 他是一個最 最進取 或者最不和諧的人 他就想 稱霸這個 所謂的世界 那 下一張 大家看看 Malco 有幾個名稱 他有Malco 有Morgoth 是 那基本上 他是神族 是諸神 那如果你看魔界 魔界的奸角 就是索倫 索倫一開始就被人 斬了頭 但是他連魔眼都已經 控制所有的東西 只剩下眼都可以這麼厲害 但是你看電影裡面 索倫只不過是Malco 的小子 所以Malco 很厲害 基本上是巨人 基本上 這個 當時 我們下長看看 當時 就叫做再過一千年 這個世界 就已經發展到 真是有精靈 精靈其實已經是被神 再說神級 他們是 神級 例如Malco 那些 他叫維拉 這些叫神族 有一些次一等的神 次一等的神 是甚麼呢 金道夫 金道夫 大家以為他就是魔法佬 不是 他基本上是神 但是電影沒有交代 他是次等的神 所以金道夫也很厲害 但是再次等一點 就是真是叫精靈族 精靈族就是神裡面 好像神做人 他就做了一群精靈出來 引辱那群精靈出來 而這群精靈 相對地 他們是很長壽的 他們很長壽 他們的生命值很強 但問題就是 當精靈族 他們也發展到一個 叫中土世界 而Malco 就想勾起這個戰爭 當時那些神族 那些維拉 其實住在那個地方 一個叫光之島的地方 基本上 Malco 就在中土那裏 想去清白中土 所以變成了 維拉和Malco 兩邊就開了拖 其實Malco 在那裏 就被人家打輸了仗 就被那群精靈 夾到光之島 困住了去 但過了三百年之後 過了三百年之後 Malco 就突赦了 即是他認為 認罪 即是懶惰 其實是假的 他就突赦了 但Malco 當時用了精靈的形象 即是他化身了 做了精靈 但他就變成一個 趨國人 不停在那裏 叫人家去打仗 首先他已經 在光之閣那裏的人 而光之閣本身 也有一些精靈 他們就變成 勾起精靈的紛爭 精靈的打鬥 終於又再開拖一次大拖 下一張看看 再開拖一次大拖 而再開拖一次大拖 Malco 其實在這個 Middle Earth的西岸那裏 整一片大陸 當時就冒起了很多 派別的精靈的暴落 不同的王國 不同的王朝 同時間 其實那時候 就開始有 除了有精靈 有矮人族 這些都是長壽的部族 但是開始有人 但是人 其實是比精靈更弱化 所以人很早死 人是壽命不長的 而人類來說 基本上他們就 不是太過喜歡精靈 基於都是因為妒忌 因為精靈是比他們優越 精靈不是人類 而人類有多時候 他們有幾個方便 有些是跟精靈和平相處 但是也有很多 跟著Milco做大佬 因為他們都想清白 而且人類是一個 不完整的生物 這些其實很多時候 譬如之前我們 說的永恆族 真是漫畫的版本 也有說人類是一個 不健全的種族 如果相對於精靈來說 所以變成 Milco再勾起一次大紛爭 那時候 變成整個西面大陸 這樣下漲 其實整個西面大陸 基本上是六沉了 那六沉了之後 剩下 所有精靈就分開了區別 分開了 譬如愛隆 就在他六沉了之後 最西外的位置 愛隆在那裡來駐紮 而至於我們這套劇 所謂的女主角 即是電影版的 Cate Banchard Galadriel 其實他在很早之前 跟Milco打仗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跟了一個老公 他老公就是一個精靈王 Cerebon Cerebon 他們就在中央的位置 森林那裡駐紮了 他們就作為那裡的領主 基本上 如果你去看這個 是跟這個後期的魔界 那個故事是通的 因為他們精靈很長命 他們就駐紮在這些地方 一早已經駐紮了 還有 還有Galadriel 本身就是他的能力 就是他一個很高貴很聰明的女精靈 還有他有獨心術 他基本上 他曾經是作為一個戰士 開過拖 但是他不是勇武那些 精靈有精靈的打仗方法 你看到魔界其實是用弓箭 或者是他本身有法術 而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 Arwen 如果你是看魔界 他一出場就用法術 用法術 把那些海浪 變成海浪 突然間變成急浪 來衝散那些戒靈 你要知道 精靈的存在 他並不是人類 基本上 這個 本身 如果你是作為一個魔界的前傳 你說回Malco 他怎樣去崛起 還有這些精靈 怎樣跟Malco打 本身這個 你用來做電視劇 就精彩過Cone Wars的 老老實實 如果你真的肯去這樣做 再說 你說 你聲稱說 扔了十幾億下去 扔了很多錢 要拍五貴 如果這個故事 就著重 怎樣去打大佬 打這個Malco 那是很好看的 問題就是 你老母 你就要魔改了Gladro的故事 還要很明顯 一下子看看 一開始 就講些很無厘頭的事情 說他小時候 就接著子船 但是那些男生 那些女生 那些小子 不斷搞破壞 扔石 扔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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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他已經要突顯到 他是一個眾人 接著我讀醒 很聰明的美女 但是外面的人 很難看 明明這隻子船 好像很好 你就要扔了他 接著 他哥哥跟他說 一大堆耶穌 其實你是萬中無一家 總之說 講耶穌 簡單一點 說光明應該要怎樣 You are special 那些廢話 接著就提到Malco去打仗 他中間有提到那兩棵光明書 金銀書 拍了兩秒左右 接著就說 整群人 Malco在打仗 Malco從頭到尾沒有出場 基本上 這裡只不過用了頭的十分鐘 就交代了所有的 剛才我講得這麼好 Malco 打仗那壇 她就用五分鐘 這樣來去交代 然後就說 剛才的地圖我沒有講漏了 Malco 死了之後 其實Malco 他自己身邊有一個將軍 那個就是索倫 那個就是索倫 Malco 死了之後 索倫就崛起了 就跟剛才Galadro 兩夫婦 或者愛隆他們 去一個分野 基本上索倫本身一開始出場的身份是將軍 他現在又提一提說 Malco 死了之後就有一個很狡猾的人叫索倫 出來 就說 全世界的精靈以為打完仗了 就不知道有索倫的存在 那是他的Galadro 哥哥 就打算追殺索倫 怎知道被索倫殺了 而他就不停覺得索倫還在 由頭到尾說索倫是鬼鬼祟祟的 神出鬼沒 這裏已經是很貶低了 因為我們看電影 索倫很有型 他沒有Malco 那麼有型 但是他也很高大 起碼有兩米高 然後 Galadro 叫正式出場的時候 他就完全猶如謝天驊一樣 謝天驊就是單手按住那個顏色 接著手 聽電話 他現在一樣是徒手 用刀子來爬 爬完崖 那完全就把這個明明是高貴有識讀心術的角色 完全魔改 那我們下一張看看 他魔改魔改到他是一個 Mary Sue Karen Sue 柔宇這個Captain大媽 還要從頭到尾他就說 索倫在這裏 索倫還存在 而整個世界的人就說 索倫不存在 你放下屠刀 打完仗 他就在這裏 總之是欲求不滿那隻 你看到你是懶惰的 因為他全程都是黑面 全程黑面 他都幾難難高貴 整個頭吃 兩集都黑面 你弄什麼不容易的 問題就是 我們喜歡 或者我那時候 驚慧Kina Kate Blanchard 這個高貴的精靈 他在哪裏 精靈女王 他不是普通的精靈 會讀心術 他在哪裏 我現在看到一個 一個不懂得讀心術 只是跳來跳去 打打殺殺 我虎藏狼裡面的張子儀 就是握在這裏 基本上我會覺得 原來是指而輸的 指而輸 再下將 再離譜就是 他說他要翻 然後精靈王 就說 你們打完了仗 大家好像頒獎殿禮 頒獎 而所有功行賞 對 然後就說 你們完成了 你們任老了 我們回去降之國 我心想 阿索倫冒氣的時候 他已經在森林很久了 回來了 你去江之國 喂 你的編劇 你有沒有看書的 你老母 回來了你去江之國 他已經扎根在樹林那裏 結婚了 為何現在變成了 Mary Sue 這是不是我們所認識的 Galadriel 當然我們提出這個 喂 這個不想是Galadriel 你們就說我們Racist 你們說我們Sexist Racist Biggest 我們再下一張看看 而愛農就不用所說 Helker Waving本身很帥 你看到Helker Waving 其實他出場不多 但一開始 說他打索龍的時候 他穿的規甲也很帥 你現在馬雲 還要是很帥氣 他的樣子很沒來貴氣 頭尖額窄 那樣子很帥 那樣子很帥氣 很帥氣 而且他的聲氣 他做事 做的行為 全部都是帥氣 總之走出來 就跟Galadriel說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為什麼你要這麼細眠 為什麼要這麼懶惊 不要太懶惊了 世界很懶惊了 不會軟了 不要想 不要想打仗 我看到他大概五分鐘 我已經受不了 其實很痛苦 但問題是他的氣氛也很多 瘋狂 而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要找個這麼懶惊 來做愛農 你找個帥氣一點也好 最多你就說他廢 你找Henry Caulfield 這樣的款式來做愛農 我也比較好 你找你老母 你找一個馬雲去做 怎麼能頂得順 我們再去看看 當然是不外乎 加了好多黑人 好多黑人 你見到他會玩什麼 好多人突然 我不跟你說魔界 你不知道你在看什麼戲 你以為在看那些 肥子烏嘎嘎 右上角就像鼻子烏嘎那些十二年 是啊 那些 左上角就像笑咎抖音的黑鬼 那些黑鬼 是啊 是啊 而黑精靈最能拿命 剛才我也說 精靈高貴 英俊 你老哥 如果你找英俊的黑人 你可以找Farrell Williams 唱歌那些 很多黑人都英俊 英俊 還有最後問題 你化白了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黑人的臉口 找個英俊的 鼻尖的 現在都尖 但你要打燈 他會散發光芒 如果散發不了光芒 我們現在會嫁 吸光到一個點 問題就是 你這些東西是魔改鬆腰呢 黑人精靈進去那個 進去那個 飯店那裏 是 就有一個白人在那裏指著他 吵亂巴閉 又說他們很討厭精靈 他們人類的討厭精靈 不是這個時候討厭的 是索倫霧氣之後 跟著 本身他們沒有提到 還有一個在整個 Middle Earth 整個大陸那裏 其實在地圖的 左下角 就是在光之角 和Middle Earth 中間下面的位置 南方的位置 有這個島 叫做 Numanok Numanok 這個島 原本的相當是很重要的 其實真正的伴覃是Numanok 這個島 他們是練群帶隊的 一起泥灘 去中土 一起去打索倫 那中間裡面 這一幫人 本身是半人半精靈的後裔 跟著他們攻打索倫下 後 有一部分的人 開始討厭老土精靈 就是因為他們不抵得精靈可以長壽 開始變成像秦始皇那樣 秦始皇又想長生 又想清霸 這裡才是人類為什麼會慢慢屠毒 會增精靈 就是遠出於一個妒忌 因為不是 他見到黑人 總之見到黑人進去就在那裡吵架他 我想你又是將那種黑人平權的信息 就是說黑人進去飯店就給那些白人去指 他將他全部放進去 其實他要表達就是表達這件事 問題就是我看得很不習慣 你這幫人是為了用這些信息 來犧牲一個故事 我不覺得你這一段加下去的故事有什麼幫助 甚至乎 你看到他整天你的腦袋在後面 在想你做什麼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原本的小說真是精靈補傳 你沒想看過 我幾相信他沒想看過 只是在維基看的小設定 所以才加那個樹 加那個樹 加那個馬爾康 他連馬爾康本身是一個神族 他都不認知 總之就是說馬爾康 攻入侵大地 我們就打仗了 馬爾康是神族 你沒說到 馬爾康未變魔之前 本身馬爾康也很帥氣的 他根本是撒旦來的 老司化來的 他沒有提到 然後 他又要 根本這群傻子 就只看電影 Peter Jackson 的電影 然後把所有東西魔改 這樣下長 他關於這個 Hobis 族 他又要找兩個角色 一個矮矮的 但另一個朋友又肥肥的 他根本就是 Frodo 和Sam的女人化而已 完全是把你Frodo 和Sam 變回了女人 基本上性格都很像 性格都很像 問題就是 那你是不是又沒看過小說呢 你真的沒看過小說 在小說裏 精靈補傳裏 Hobis 這個族人 其實他的氣氛真的不多 不重要的 因為真的在說人類和精靈 還有Dwarf Dwarf 那班叫做小矮人 就是開抗那班小矮人 他們的故事 關你那班Hobis 什麼事 Hobis 本身是越勢無爭 而且Hobis 本身都很光鮮 現在變成黑衣 如果你看Hobis的 無論是電影 或者你看魔界的Fellowship of the Ring 或者你看1978年的動畫 他們的衣服都是光鮮的 因為與世無爭 他們不需要打仗 現在你就變成黑衣 但是你又要做個Frodo 和Sam 不過做女人好些 因為女人聰明 如Elon Musk 所說 女人在這個作品裡是聰明的 男人是沒有機業費的 是 而暫時回來 他這種魔改 可能大家沒有看魔界 大家回來看看 大家不知道怎樣拍攝 我嘗試幫大家拍攝一下 大家有看過《西遊記》 我相信 沒有看過 那一部劇 沒有看過小說 你也有看過周星馳的電影 現在他就說 《西遊記》 《取西經》 一開始就已經是說在火焰山 接著就說 那幾絲圖被困住了 然後鐵線公主很厲害 連同青霞和紫霞 三個就除魔滅妖 接著就殺了這三個女兒去取西經 現在的情況就變成這樣 大哥 我們看我就說 你怎麼瘋了 我們一說瘋了 他就說 你就是Racist 你就是Sexist 你就是歧視 你就是Biggest 這些事情 你找那些女兒去取西經 托西嗎? 我們很硬意 我心想就是 你有沒有看過 你這幫人樣子 你有沒有看書的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剛才我們之前說過 那些濕狗Superfans 那些黑鬼 除了說 很多黑人 很代表性 他還說這套東西很貴 感覺上 製作很宏大 說你老母 我們再看看 我們不講故事 我就講他本身製作 是 你用了很多錢 因為製作是 比起當年Peter Jackson 拍三部曲的錢 是多幾倍的 是 如果多幾倍 那我就會覺得 你一定要拍得很厲害 當然你看看那些景 遠景他拍得很漂亮 是 遠景你 找個攝影機 遠景 zoom過去 然後就可能 多幾個城堡 這樣 問題一到近景 你會發覺那些燈光不能對路 你會發覺 完全是一個陸幕前面去拍 因為你會發覺 本身他近景那些景 和他遠景那些景的光暗 是不合適的 很明顯地不合適的 我不明白 如果你說 譬如你下一張 在隧道那裡 你會發覺 上面那幅圖 你會發覺 後面的瀑布和你旁邊的景 是完全兩個光暗 很明顯看得出 甚至乎下面你會發現 後面那些景 和人物的光暗 是完全不同 基本上如果你說 製作劇組 用了HAPPY叔 HAPPY叔 曼達樂人就有一個 那個弧幕 我相信Amazon就沒有用到 但如果你其實 已經有這樣的技術 你可以用 如果你用到 人家HAPPY叔用弧幕 HAPPY叔也不是用陸幕 用弧幕 是 出來的效果 他不告訴我是弧幕 我不知道是弧幕 是神景 問題是你現在一看 我覺得很明顯的 是陸幕 很明顯 我不會投入 因為遠景是美麗 近景你會發覺 嘩 無線的 膝囊 那些錢用了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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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用來製T恤 就是剛才的 T恤是不是 是製T恤 問題是你的故事不停在強調 還有剛剛 Galadriel 是 他說要回去 因為他本來說 所謂去江之角 這段 他說要回去找索倫 他跳到水游泳 是啊 但是游了兩閘 他第二閘 第二閘沒有上岸 還在水游泳 然後說遇到海盜 怎樣遇到難民 然後又說遇到海掛 我心想 你玩夠了嗎 爸爸 你游了一閘 你老母 所以有整閘的玩夠 所以你是長瘦一點 不要這樣 但是最重要 剛才我所提到 Numenor 是 魯曼洛爾帝國 其實這個在中土世界 左下方 是一個 一顆星形狀的島嶼 其實裏面的領主 就是愛隆那個 我忘記了哥哥還是弟弟兄弟 就是很早期 跟Malco打仗之前 他們已經遷移在那裏 或者是一些人類的難民 你當是澳洲那樣 其實中間他們開始 就形成了一個叫做成幫 然後他們開始去 起繁 去回中土世界 首先做貿易先 去學習先 但是之後 看到索倫這樣瘋 就是Malco死了 但是索倫還在那裏 他們去攻打索倫 但是其實 他們基本上贏了索倫 但是帶回索倫 去這個島那裏去囚禁 但是當 之後當然索倫就 屠毒了他們 變成這個島嶼的人 就變成很 很討厭精靈 就是因為被索倫跟他說 精靈仆街 又長壽 你看看人類的命 多短 變成了中間的故事 在這個島嶼 在這個 魯曼諾爾帝國 和中土世界 中間的 中間的磨擦 是相當之多的 但是你應該在這些地方著墨 為什麼你不在這些地方著墨 或者為什麼你不再講 再早之前去打MELCO 那些故事 那先回來 因為那些故事 是男人打仗的 那些故事沒有什麼女人的 那 老實說 在這個JRR Tolkien的世界觀 那時候他經歷過一戰二戰 那時候 一戰而已 二戰一九 經歷過一戰二戰 基本上他知道 打仗是什麼一回事 那個時代 不會有女人 上前線打仗 女人就是負責 去做補員補級 其實女人都厲害 在戰爭方面 都不弱 但是不會說 每個人被槍 那些女人向前面衝 這個 如果JR Tolkien 將打仗 將一戰二戰 或者將他的經歷 去撥下去的故事 再去讀這些奇幻故事 當然他有女英雄 Gladra Gladra 是唯一一個女性的精靈 去參與戰爭 但是這就是 他沒有說 說他要這麼強勁 又說要眾人介助我讀 沒有這些東西 因為精靈 在他的世界觀 他也有讀心術 他懂得和人心靈感應 他洗腦都在耳朵朵 好像Karen 又鹽碟送又鹹 又鹽碟送又甜 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現在這群人 把這部劇 寫成這樣 我們就真是見臭生氣 但是到我們 真的跟你講道理 我們跟你講 你都沒有看過 你都沒有看過圓著 他就說 你這群圓著 什麼什麼 你摸過去 你都摸過去 你都沒有看過圓整的系統 去跟著他 還有Token 還有一群學生 我想講這個 他有一群學者 有一群學者 是跟著他 譬如之前 Peter Jackson 甚至乎之前的動畫 其實他們 是有一群學者 叫做顧問 指援著你 怎樣去行 但是 你不用那群顧問 你用那群新的顧問 就是用那群 Modern Diversity 剛才那群年輕人 完全不知道這群事 所以就拍拖垃圾出來 你拍拖垃圾出來 老實說 你的故事不行 你的方向不行 我們就一定是插 你一定是被人家罵 但是到達人家罵 你又不行 你又不罵得 那一刻才是混蛋 你不罵得 國王的信義 沒事的 如果你光彈彈彈出來 多好 好看 好看 又是掌圈圈的事情 然後其實我 嘩 Jay這麼小 人家是在背後笑你 這些事情 到達我們指證 喂 穿回褲子 容孫 你就吵架我們 沒有的 這件事你還要 不過現在 這個Amazon Prime 很嚴重 因為簽約簽了五季 是 他怎樣都要多死四季 雖然你每季現在大概八集一季 但是 我看你怎樣燒錢 老實實 你現在其實 Amazon Prime 我知道你肝頭佬有錢 你厲害 你厲害 是 問題就是 你一套這樣的黑劇 你足以拖垮了你 或者甚至乎 去到第二三個 已經沒有人再提 跟這個西部世界一樣 但是你是打算 拿這套劇來打響名堂 沒有 不是 響了 臭了 臭了 所以我 我就是這樣說 這套劇 基本上就跟 High Republic一樣 是 在中間插入一段歷史 來摸改所有的東西 妄圖 將所有你原本好的去抹走 問題就是 我們會看書 不是 你搏 你銜接不到 他們不會考究這些東西 跟OB-1轉一樣 跟High Republic一樣 他們不會考究 銜接不銜接 他們只是覺得 一定要說教 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一套這樣的東西 是令到全世界都反你聽 那 錯不是說完全錯了你的 不過你是壓死駱駝 還有一根稻草 我想 看看那些屋人 如果你真的到時 所有全世界都 民屋即反 或者一看到 你變成 你整個世界會去到另一個極端 因為始終密極必反 和欺人太甚 我會留一個空間給他 我會覺得 好像其他小眾的東西 我會 我歡迎大家 會有一個 每年都搞ICD 什麼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那些什麼 或者Work Art Festival 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再去 魔鬼 你不能夠再去 破壞真真正正正的文化作品 你不能夠再去 讓你去騎劫任何的作品 去到有一天 你真的什麼人都不能騎劫 你什麼人都不管 你那時候 你別哭 說真的 這個就是對肚劇的 評價 基本上真的是幾樣 就是三個字 不是四個字 就是屌你老母 去納蘇 那對於中間 本身你說關於魔界裡面 那些細節名 那些如果大家考究 我們穩集才說 因為太深奧那些 我懶得在這麼短的節目 其實整個 整套東西 真的要時間看 基本上是讀書 我要跟你說 全全講魔界 我跟你說四節都行 但是 不能夠 沒有 不是這樣做 因為也沒有什麼耐性 因為太過 我剛才說的名字 你們都會很陌生 所以我剛才才強烈說 要你們看片 就是要看視像 那這一節完了之後 其實魔界裡面 我會再講回 其實44年前 有一套更加好的作品 就是比起現在這套 垃圾更加好的作品 我們會再講一講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 就講完他那套動畫 魔界動畫 全頭經驗 看完節目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